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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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因為我今年3月就我在剪子了 然後剛好我教練有發現這個活動 然後想說不如就來試試看 可以看有沒有什麼突破 然後或者是學一些比較不一樣的知識 之前胖到90幾公斤 然後後來有瘦下來 但瘦下來之後 狀態一直不是很好 就是運動的狀態 然後似乎也遇到一些瓶頸 然後想說藉由這個機會 然後來多了解一下 飲食跟訓練方面的一些知識 看能不能突破這個瓶頸 因為有看到有教練的指導 還有營養師 所以想要看見更好的自己 所以來參加這個比賽 因為之前佛系健身四年多 那過程中難免會有停滯期跟倦怠期 那希望就是透過這一次的活動 可以就是學習到專業的知識 就是教練還有營養師的知識 然後學習到更多的面向 在訓練方面的話 因為過往我們通常都是針對一個部位一天 然後一個部位一天 那這次Bruce給我一個全身性的菜單 然後在一天裡面 他可以練到各種不同的部位 那一開始我也覺得 這個方式沒有嘗試過 所以在開始做的時候的兩個禮拜 就開始感覺到說 運動的表現有開始突破 像網路上的一些影片 東西都不一樣 雖然是透過教練的影片 然後我回傳他給我指導 還有我們教練團每天上傳的影片 因為他都是在我們的健身工廠裡面 相同的器材 所以讓我學習習會比較不會那麼生疏 有很大的幫助 我覺得教練最棒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建議我課表 那比如說今天可能練胸 就是可以順便練三頭 那練背的話就可以練二頭 就是比較有系統的規劃性 不會說就是我今天來到健身房 然後就是瞎練 就是看到空的器材就練 然後會變得就是 不知道自己在練什麼 光著營養室的部分 佔了蠻大的收穫 因為營養室的部分 教我們怎麼去認識六大食物的營養素 還有我們怎麼樣去計算 我們每個餐盤的熱量 餐盤的分配 那對我幫助還蠻大的 我覺得他幫我釐行很多飲食上的盲點 譬如說我可能只知道一些 就是像可能碳水少吃啊什麼之類 但是完全不知道說 還有什麼進食順序的問題啊 還有要吃多少比例 我自己可能也不太知道 他透過營養師的那個教學 還有就是他監督 那我就是飲食的習慣 都慢慢有在改變 那心靈營養師他就給我了一些建議 說你汗水一定要吃 油脂要吃夠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蛋白質的攝取 才會更加的強化這個 運動上面的一個表現 所以整套這樣子下來 其實這一個月下來 其實對我的幫助其實很多很多 在這過程當中 你必須要注意到各種的 營養素的一個攝取 是有點很痛苦 是在於因為以前的習慣都要被改變 那可能有些東西很愛吃的都不能吃 而且因為這個活動有營養師在訂 有時候會覺得有點痛苦 因為有時候營養師也是有點小的 也不能說嚴格 就是他會發現哪些NG的時候 也會覺得很不好意思這樣 到了第二個禮拜的時候 會覺得這個備餐 還有上傳的部分 還有跟他報告這些飲食內容 覺得蠻有大的壓力 我覺得最辛苦的部分就是飲食 那因為我的理想體態是真機真重 那每天都一定要吃到固定的蛋白質跟油脂 那我覺得有時候不會餓 然後也是要逼著自己 就是攝取到一定足夠的量 所以我覺得這很辛苦 就是這也蠻困難的 因為就是要照三餐 然後甚至點心 還有甚至還有高蛋白 都要傳上去給營養師看 之前減止都減止到一半了 然後也都參加這個活動 那其實我教練也自己都有在鼓勵我 那其實這些都是我一直堅持下去的動力 那後來感覺說整個我們 大家減重這個夥伴五位同學一起努力 所以就是整個堅持下來 我不曾想要放棄耶 因為你不管是健身了一個月或者是兩個月 那你不會有念頭想要放棄 因為你放棄的話 你就是整個就是前功盡棄了 這個活動給我最大的收穫就是說 我們吃的部分我們要去注意 必須要靠到節食 才能去把自己的身體收下來 還有正確的運動 然後才能夠說說整個身體的線條啊比例啊 才會調整的最好 飲食控制方面嘛 因為其實這一塊以前可能都比較不太熟悉 那透過這個活動之後 我開始知道說這些食物該怎麼吃 然後甚至說你到外食啊 吃一些像滷味啊或滷味之類要怎麼選 就算你要接觸你也不用怕說 吃到一些就是過量的營養素這樣 我覺得最大的收穫就是 只有自己能超越自己 因為參加這個活動的第一天就量了InBody 那活動結束之後也要再量一次InBody 那這一個月當中你就會 督促自己每天上健身房 再怎樣累肌肉再怎麼樣的酸 都一定要去訓練 那就是在最後一天量InBody的時候 是繳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這活動帶給我的最大的收穫是 在這個月裡面給我一個訓練師 給我一個營養師 我想這個就滿值回票價 然後第二是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所傳達出來的訊息跟知識 比起過往在網路上自己胡亂搜尋 然後胡亂的這樣子看 也不曉得哪個東西是比較適合我的 但有這樣子的一個訓練師跟營養師 它可以針對我身體的狀況 跟我想要的一個理想的一個狀態 給予我建議 我覺得這方面的一個知識是 真的不是自己能夠去找出來的 還是有人去協助會比較好 最喜歡你的臀部 對 因為女孩子都喜歡漂漂亮的圓圓的屁股這樣子 其實以前我本來是稍微有點駝背 所以後來到這邊開始訓練之後 然後就是背站比較挺 而且其實身高的變高 我最喜歡練的是胸還有背 因為是大肌群的關係 可以有效的幫助我整體健身的表現 我覺得健身工廠它 像我們這個台南的永華牆 它空間滿大的 然後讓人家不會感覺到有擁擠 然後整體的環境的清潔部分做得很好 還有這裡還有一個最大的 就是女性的專用區 然後給一些女性朋友 有一些私人的空間去練習 然後收費很便宜 器材都維護得還滿不錯的 然後其實教練都滿專業的 然後都滿熱心的來幫助人 我最推薦今天工廠是 就是我覺得它的運動健身的氛圍很好 那就是不管是教練或者是專員上的相處 都不會有太大的壓力跟尷尬 各位參賽者辛苦了 我是教育訓練部的Bruce 一個月的比賽時間其實很短喔 主要希望大家透過測試的活動 可以學到對自己訓練計畫的控制 並在教練的進入狀況下 隱成運動的習慣 那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所協助的拆汰者文聰德 首先我請他詳細的跟我說 他之前說自己的訓練動作跟內容 那一個月的時間其實很短 我並沒有排新的動作給他 反而我留意到一件事情 他之前所操作的訓練量就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只做了一件簡單的小事情 我把他的動作減少一半 讓他可以做得更少 那反而在這個月有沒有 獲得更大的進步 如果你在訓練上遇到困難 不妨找一位教練 讓教練打破你目前的困境 如果你是個健身的新手 你不要從哪裡開始 健身工廠的官網上 我們都有提供不一樣的訓練菜單 如果你在訓練的知識上不夠確定的話 那我也建議你找一位教練 避免你受傷喔 就這樣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是怡婷營養師 也是這次全能改造王的總營養師 在這四周的挑戰 相信大家有發現 營養師對於飲食的要求其實非常的細節 而不是只有在意熱量而已 那在這過程中呢 其實有三個重點要送給接下來 要自己飲食控制的你們 還有未來想要一起參加的學員們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吃對飲食比例 在每次吃東西的時候 餐盤的概念都非常的重要 每次吃進來是一樣的食材比例 對於身體的改變是更有幫助的 第二個就是我們要有多樣性的食材 吃對了比例之後 食材要多做一點變化 這個對於長期飲食控制的你們來說 是每個人幾乎都有出現的一個小地方 需要調整的 因為我們太常吃一樣的東西 其實會讓我們的身體很容易適應 接著是不容易改變 第三個呢 如果已經有運動的習慣 要加上飲食的控制的話 這個時候飲食的重點 就要跟運動做搭配 有了教練的課表 你要搭配營養師 針對你每一次課表上飲食需要的能量 包含糖類的比例 蛋白質的比例 跟油脂的比例來做調整 這樣做碳循環的訓練 其實對於增肌或是減脂 都是更有效率的一個方式 如果對線上課程有興趣的 我們也可以先預約跟營養師做諮詢 接著呢 一起來找到飲食還有生活上 甚至運動上 我們可以互相配合的地方 讓我們未來可以找到更健康的生活模式 恭喜大家完成這四周的挑戰 希望接下來可以繼續維持我們好的生活習慣喔